即長惠眼,你會怎做呢?一七不思議,我來了,是要叫人得過癮 你的劇本順弊了彭浩長惠了證明只要有紀律,誰都有時間看 因此我決定每天秋空陪他們看十題問題不時收到一些網友說 有興趣於電影創作,能推薦幾本編劇書嗎? 我一直不作推薦,是因為推薦書已經難 但推薦編劇書更難編劇就像打功夫,沒有一本秘笈可讓你成為一代宗師 即使某個宗師曾經因此得到提升,也不代表你也有同樣結果 因為功夫的提升,在於長時間練習和不停研究,從而改善技巧 而編劇書也只是替你把技巧理論化,並不會給你一個精妙的情節 精妙情值得要你自己想出來提升技巧與實用性 過去我曾熱衷推薦一些編劇書給行內朋友看 但他們看過後大都不以為言,說書中內容他都懂,沒什麼用 只是片片外行人而已聽到這樣的回應 我通常都不發一言,因為要視看過他們做出來的作品 你會驚訝,甚至想問他,你真的肯定你懂嗎? 久而久之,我發現一本精彩的編劇書 其實也幫不了一個心態不正確的人同樣 你也不能幻想有任何一本編劇書,可在你非黃唐達 但大部分人都渴望你說出一個書名,就能讓他直接跳過 自我摸索而得到成功過去我自己的劇本 即使有合作的編劇,我還是傾向自己下筆去寫 但近年公司參與的計劃多了,於是要幫忙看劇本 但當發現每次開會要書的話都大同小意時,我就想尋求一個懶惰的方法 例如找個跟我想法相似,但已經花了力氣去整理好的編劇老師的話 然後直接推薦給他們看許多時候劇本教學書的好與不好 不在於作者的水平高低,而是寫作方向 其實每個要看劇本書的人,都已有寫劇本的衝動 所以才希望提升技巧就將有個人,因為種種原因,決定要殺人 但苦無門路,於是買本書回來學習殺人技巧 他當然希望能在看了三十分鐘後,便可以把仇人幹掉因此好與不好 不在於殺人技巧的高低,而是實用性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去執行殺人但不少都狠離地 有些人可能要表示自己是一代大師,因此會從殺人原理開始說起 然後討論到維持生命的元素,就像翻開了急救書一樣 講述著呼吸、默搏、大腦等等然後你會反問 談這詩對我殺人有什麼用? 這時候作者會跳出來解釋 殺人必須要知道生存的原理,搞懂源頭 再慢慢討論如何殺人 例如讓人窒息是阻止氧氣進入人體的一種殺人方法 而當中有氛圍勒閉 用枕頭或其他物品逼死 或是血液也是重要環節,讓血液流失是個可行方法 下山三千字,與生編劇看十問題結果在你動手殺死受家前 就以上了一堂人體生物或這樣多元變化的綜合格鬥 當然是最好的,因為在搏鬥過程中 要時你懂得完理,就容易變陣 要是無法完成立閉時,就可瞬間改用力氣攻擊 但對許多入門初學者來說 這詩道理一開始還是用不著因此有一本書 我想可以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喜歡你的劇本順閉了 Your screenplay such 是因為它是讓一詩已經開始寫了故事大綱或劇本的人來看 要是寫出來的東西沒有想像中的好 作者就透過100題寫作對策和批評 來為你解決問題就將它會直接告訴你 殺人面對最大的問題是什麽 埋思應該在哪裏 有否考慮殺人後要如何逃脫 在日間還是夜間進行比較好 種種問題,都會直接提出來 從而刺激你思考出一個對策多年前已看過這書的簡體版 最近發現台灣出版了繁體本 於是推薦給一些新編劇看 又因為老師聽到他們說很忙 沒空看編劇書 於是我再想 你再忙也忙不過我吧 為了證明只要有紀律 誰都有時間看 因此我決定每天抽空陪他們看十題問題 也許有人認為我這樣做是浪費時間 但其實過了一段時間重看一本有益的書 還是有所得著的有些題目 許多時候你覺得有道理 但還沒有想到要如何執行 可視閱歷多了 多年後重看畫會讓你有更深刻體會 在這裏就抽一題跟大家討論一下書中第十五題 你的壞蛋不覺得自己是電影類的英雄 我覺得說得很好 這個事情是新編劇常常沒有想到的 因為想寫得比較客氣 所以就介定為新編劇 其實不少之新編劇也常常會忽略了 許多懷語電影 常常只會想主角的細節 而不會為反派想 因為主角是大明星 大家都會花力氣照顧 但反派不一定是個有份量的演員 於是就沒怎麽去想他的角色對白 但我認為反派正正是主角作出抉擇的原動力 因此也必須想清楚我驚訝許多劇本的反派 往往只是個邪惡大魔王 但他的邪惡並沒有原因 起碼原創人無為他想好原因 記得有次看一個電影 當中有個恐怖分子要做一個毀滅世界的大行動 其間他有一段對白 我只是一個恐怖分子 我只懂殺人 不懂救人看到這女時 我不禁笑了出來 這完全是一個平面式思考 站在主角的立場 他確是恐怖分子 但對哪個恐怖分子來說 他應該是他自己故事中的主角 除非他是故隆兵 否則他必定有一個偉大的理由 讓他要完成一個傷害別人的行徑 更甚可能是一個非常崇高的理念 崇高得他不介意犧牲少數人的生命 因此恐怖分子是不會認為自己只會殺人不會救人 他正正是為了救贖世人 才必須殺人這樣平面思考就如卡通片中 為了讓小孩子分得清故事中誰是宇宙大魔王 於是其手下都會同樣稱呼他為宇宙大魔王 當然 我上面說到的電影是拍級成年人看的 我喜歡你的劇本順閉了 Your screenplay such 是因為他事樣一世已經開始寫了故事大綱或劇本的人來看 換位思考的重要性 這個又可以延伸到書中第十七題 你的人物只能做蠢事推動故事前進 換句話說 他們所做的一切 只是因為你要他們那樣做 一部電影牽涉眾多角色 以作為編劇在構思的時候 就像一個人控制著一局麻雀 你早設定了主角會勝出這局牌 但問題是你在控制四家出牌時 有沒有站在其他三家的角度去想主角要勝出 他需要五索 下家就打出五索 但下家其實是什麽排局呢? 他打出五索的原因是什麽呢?